大家好,又是我梳芙里 今天我又再煮一个泰国菜给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生菜包 它有些特别就是,外面的生菜包可能只有猪肉 我这个就会加了一些猪皮和一些不同的材料 猪皮呢,其实就是一些你去猪肉档那里 买开你叫它打快给你,或者叫它买快给你 它们通常都会帮你去烧一烧它,烧掉猪毛 但是如果你怕它烧得不干净的话,你可以自己再烧一下 那我就烧一次给大家看 那我们用一个火窗回来,在锅里慢慢烧它 那些猪毛就会很快地被烧光了 那你烧久一点也不怕的 烧久一点,那猪的腥味就会没那么多了 烧完之后呢,我们放它到水里浸一浸它 好了,浸一浸之后呢 然后我们用刀刮它,将刚才烧出来的骚脏东西 那些皮、毛,刮完就OK了 接着我们就会去煮它,煮腩的猪皮 那我们加点水下去,加多点水也不怕的 那我们会放一些姜和葱下去 那我们放一两片,葱一小段就可以了 大约煮半个钟至九个字 煮完之后你怎样发现猪皮OK呢 就是你用小刀刮一下它,要刮得进去就可以了 那猪皮滚了四十五分钟 刀刮得进去 接着我会放在水喉水里,啤凉它 因为可能它会片得不干净 可能底部有些肥肥在里面 那我们会慢慢地拿走这些肥肥 那接着我们将它慢慢切一条条 如果一块猪皮煮得不够腍的话 你是会很难切的 那现在你看到我,很容易这样就可以切到 就是证明这块猪皮就可以了 好了,猪皮处理好了 那我们就会处理,切齐其他材料 那我们有几样东西 那第一样呢,我们有些姜 那姜我们要切幼丝的 那下一个东西就是一些干葱的碎 好,第三样东西就是轿头 跟着辣椒 那另外呢,我们准备一些花生 就把它轻轻地切碎它 待会吃的时候就方便一点的 好,那现在我们煮这个肉碎了 先烧热这盘子 好,那烧热这锅之后 加入油之后,我们将猪肉放进去 好,我们就这样将肉炒熟就可以了 那但是炒的期间呢 大家记住呢 将这些肉不停地去捞去 因为不然它黏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肉饼,不是肉碎的 用一个中火去炒它 肉炒熟就可以了 炒熟一点 那你当它见到肉汁出来了的时候 就OK的了 刚才的猪肉 在烹饪里放冰少少 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 拌一些干葱 因为猪肉呢 它有些余温在这里 那我们将余温呢 我们去煮一煮干葱 再加上刚才我们所切的猪皮 好,那我们将辣椒放进去 调味呢 就是这个鱼露的 那我们给大家两斤 两斤半 那我们放少许盐 黑椒碎 那第三个东西 我们准备呢 就放些青柳汁加进去 刚才我们切猪头的时候 还有一些叶猪头的水 我们加多一斤就是 那些味道会好一点 那接着就将刚才剩下的 花生碎 薑丝 和剪头碎 全部一起加进去 好,接着我会有最后一样材料 就是一些芫荽和一些葱 那我们将这两样材料切碎 那一次过放进去 刚才那个沙拉里面 那再一次拌匀 那我们就可以上碟了 那生菜包 最重要是有生菜 我们选一至两块生菜 这样铺在这个碟中间的位置 那之后呢 那之后呢 我们将一些肉碎 放在它旁边 再切一些 红椒片和这个芫荽 上去装饰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家常版的 豬皮肉碎生菜包 就完成了 解决的油